经典港剧我本善良 选角阶段编剧陈宝华最开始想要梁朝伟来主演 可惜梁朝伟没有档期 于是找来了温兆伦成就了这部经典 剧情虽然狗血 但是几位主演的演技足以将这部剧推向经典 这部剧成为当年的收拾冠军 剧情是属于一种非主流的认贼做父的一个故事 里面夹杂着两段内心的爱情 但是温兆伦把男主角那种内心深处是善良 可是为了肌腹又要冷酷和敏捷 放不下的深情 各种矛盾的人格特点表演的淋漓尽致 让人回味无穷 真的是太精彩了 当年港剧史上的十大经典恶人 位剧榜首的就是温兆伦主演的《一不容情》里的丁永康 那年温兆伦24岁 奸鞋和脚诈间变换自如的惊人演技 再配上他那俊美的面容 怎么也让你恨不起来 即使在剧中 他做了那么多桑尽天良的事 所以丁永康是一个狠人的绝把 阿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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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忍不住了 就叹了一口气 就说 哎 阿康 阿康 今天要杀了多少人 巴的就 就瞟了我一眼 就 太坏了 温兆伦不仅戏演的好 而且歌唱的也非常好听 当年也出了不少专辑 至今有几首歌曲仍是经典 如果当年他不作死 至少现在也能像古天乐一样 当年梁朝伟离开TVB的时候 也叫温兆伦快点离开TVB 进电影圈发展 当年梁朝伟的眼光还是蛮长远的 等温兆伦离开TVB 进入电影圈已经晚了 错过了最佳时机 古天乐是一开始演技没有那么出色 后来磨练出来的 但是温兆伦可是天才演员 属于老天爷追着赏饭吃的那种 温兆伦1964年在香港出生 原生家庭贫困 年少时便为生计奔波劳苦 好再生的俊俏 1982年参加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 虽然落榜了 只拿到了第15名 但是好在外星俊朗被无限编导看中 主持了一档儿童节目《香蕉传》 从此开启了演艺生涯 到了85年出了两部歌唱专辑 打开了知名度 之后他拍了第一部处女作电视剧 《城市故事》 一炮而红 上了世纪八九十年代 温兆伦可是无数女人心目中的梦中情人 他最具有代表作的就是 《义不容情和我本善良》 在那个年代 没有美颜 没有滤镜 没有整容 能当TVB一哥的男演员 不仅要有浑然天成的美貌 更有超高的演技 温兆伦不仅有俊朗的外表 又有深沉的气质 还能把握住角色的魅力 说起温兆伦的情史 那也是相当精彩 今天我们就扒一扒 温兆伦情斗初开于20岁 1984年与艺人李利蕊交往 还为对方写了一首歌《我的塞拉》 不过两个人只是和尔蒙作祟 没有坚持太久 之后在拍摄城市故事时 与女主和美婷谈起恋爱 两年后分手 1989年 邂逅了马来西亚香港小姐李美玲 两人相恋不久便结婚 四年后李美玲提出离婚 但是两个人互相指责对方出轨 离婚后 温兆伦立刻就宣布 与小三陈梅兴公开了恋情 这段感情没有维持多久 也分手了 可分手两年后 温兆伦突然起诉陈梅兴说 对方欠他14万没还 陈梅兴回应是对方赠予自己的 还说温兆伦小气 分手后电饭包都要回去 后来官司是温兆伦赢了 或赔偿10万 就在打官司的时候 他又与助理潘燕妮相恋 两个人2002年 在澳大利亚注册结婚 已经二婚了 本以为他会珍惜 可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以 他与妻子合伙开的公司 亏损了476万 温兆伦将债务留给妻子一人 潘燕妮心碎无比 承担了巨大的债务 据说他与潘燕妮没离婚的时候 就又出轨了 与郭宪妮是在拍摄TVB剧 《牛浪之女》时看对演的 当时谁都不看好这对 因为郭宪妮是心静小花 而温兆伦是过气渣男 可是恋爱脑的郭宪妮 不听任何劝告 坊间传闻 郭宪妮为爱还债 2005年 两个人相恋 也只有一年多变分手 多年后 郭宪妮被问起 温兆伦的往事 他回应 很多人说我为他还债 可是他真的没有跟我借过钱 而且他当时很疼我 你现在如果问我 我会说他是一个好人 与郭宪妮分态 温兆伦正式转战内地 便和选美亚军温家荣好上了 此时 他还和前妻潘燕妮娱情未了 潘燕妮还深情款款地写下微博 我们成熟了 更加爱对方 虽然分开几年 但仍有恋爱的感觉 可没想到2012年 温兆伦突然宣布 和小20岁的演员赵婷恋爱了 被分手后的温家荣突然爆料说 自己2007年曾借钱 给温兆伦买房置业 温兆伦还欠他50万 温兆伦经纪人回应 这是赠与关系 根本谈不上欠欠 不过这些丑闻都没有妨碍 温兆伦迎娶娇妻 2013年 温兆伦和赵婷举办了婚礼 并且生下了女儿 或许是温兆伦人到中年 老了玩不动了 之后 他便跟赵婷稳定了下来 结婚这些年 再没有听说他有什么绯闻 在外人面前 他一直立好爸爸好丈夫的人设 温兆伦一家三口 目前定居在北京 他家住在一栋漂亮的花园别墅里 这一代的房子价钱都不便宜 温兆伦现在平时会在家里 拍一些搞笑视频 看家里的装修也是大气豪华 温兆伦现在有一个好爸爸好丈夫 不工作的时候 他会陪在家人身边 有时候会晒一晒 跟妻子和女儿的幸福时刻 可是最近有一些 黑粉恶意评价 他的女儿和妻子的外貌 温兆伦发文怒怼黑粉 他表示 请尊重我的家人 你可以说我丑 但是我不希望 我的家人被我连累 在评价别人之前 先照照镜子看看自己 如此霸气的回应 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 难怪很多名人 都不喜欢晒娃 因为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伤害 毕竟网络上什么人都有 温兆伦现在经常活跃 拍短视频和直播带火 虽然他亲自尝试 还卖力的讲解 不过销量真的是一言难尽 当年风流倜傥的当红小生 万千女性的梦中情人 最终也成为历史 网络上 网络上 动作络上 列裸